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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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好多人发福利给他 他就很高兴 不用上班 你做最低工资 你去上班的话 700多块钱 去掉税也是500多块钱 那你发福利也是发这么多 所以没有必要去上班 好多人都不上班 大老爷们烟味那么好 他们是本地人 白人就不上班 毛利人到明镜不用说了 他们生下来就吃福利 所以我记得我以前认识的中国人 他们问我 你怎么生存呀 不上班 因为这是完全的两个国度 就是你上班上班都是一样 我刚才说了 你上班可能你最低工资 中国人一般都是拿最低工资 也就个五六百块钱 那两口子上班也是千八百块钱 但是如果你吃福利也是拿这个钱 那好多人就觉得我凭什么要上班呀 是吧 所以不劳动一样 有吃有喝的 都没有生存压力 这也是西方人 他来可能这个也跟这个体制有关系 他这个社会保障太高了 我记得希腊曾经是福利比我们高的多了 福利最好的 你看他现在怎么样 所以我都觉得新西兰一朝一日会像希腊一样 那希腊也风光很美啊 旅游也是 他也没有好好地开发去旅游 他那个地方旅游也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也是蓝天白云的 非常非常的棒 也是都住别墅 不至于新西兰 那现在怎么样 是吧 所以好多人也觉得 你指望他这个社会福利待遇高 你移民到这个地方 其实你移民到这个地方 你福利待遇高 特别是华人根本就拿不到 现在他们都是在想尽一下吧 不给你 而且呢 如果你在这里 你是华人 如果是你被抢劫了 被家里边被砸了 被什么 那你就慢慢等吧 因为我们被砸的几率会多很多 因为我们是从中国来的 所以他就认为我们是有钱在一个 他也知道我们都没有 法律和英文都没有他们当地人好 所以他们都会容易欺负我们 那这些司法部门 他们其实也是在欺负我们 他们就不会那么很认真的去做这些事情 你看哈 这一次的民运被 虽然是没有证据 好像是被CCP人为的制造车祸 暗杀他们 八个人想一下地杀掉他们 结果只死了两个 那个人现在肋骨断了 他现在还在医院里边 但是他已经脱离危险了 因为我们都认识 所以 本来他 警察就把他当成普通车祸都不管的 因为都是中国人嘛 就是有一个是专门是整天 像蓬佩奥这样的人 整天都是说CCP怎么怎么样 我们这有个教授说你又得白人 他在跟国会里边讲话 他要求警察认真地调查这件事 当成一件谋杀案去调查 所以警察在开始重视 你看白人说话他就管用 就同样的话 我们说就管用 所以就开始认真地调查这件事 所以这件事肯定要许多数 因为他牵扯了一个 就是说你到其他国家来谋杀 那这样的话 他会经济地跟随五眼联盟这个步调 因为原来我们是磨磨叽叽脱脱脱拉拉 总是最后的 现在他没办法被动地去加入 最后可能就是要 勉强地去做一些事情 就像香港的印度条约一样 那他现在暂时的暂停 他也没想取消 都是暂停 我所有国家都是暂停 这五眼联盟 但是看CCP怎么做了 CCP可能是 不会去改进的话 和现在这个样子 变本加厉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可能他们就会无限期地去暂停 所以你看一个国家和国家之间签一个协议 他也不是那么容易取消 是吧 所以他也要去修改一些法律 但是我们这边正在大选 大家都忙着 你给我下套 我给你失败的 我跟你说外国人坏起来更坏 你给我下套 我给你失败 最后忙着 没有时间去执政呀 大家都在忙着拿选票 但是我们这些 这里拿着票的一脸懵逼 到底有点冰头转向 因为大家在要争取选票之前 都是说的一套 说的一套 做的一套 他们也是一样 说一套 做一套 他就给你一个小册子 就那么几个人 他介绍就跟打广告一样 说他多么多么优秀 多么多么有能力 他会给你什么承诺 他上来以后 他不给你兑现的 当然他不是百分之百都不兑现 他给你兑现一个百分之十 five 二十 他已经不错了 你知道吗 他找别的房子 我们这个总理可能他的家人 投资搏搏搏 搏都是租房子的 所以他一上来就往四里我们都不有房东 下的人都要把房子卖了 但是现在的疫情这样子 还像赤美哥一样 房价在涨 所以这都不正常 非常不正常 都就像厉害国 一样 这个大家都收入这么低的房价 长得那么离谱 很多人都根本就买不起房子 你说你买那么多房子 有贷款你租吧 你租吧 你华人吧 他很多的都有房子 有一部分留学者吧 他太不受规矩了 他给你造的房子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造了你就认到没 你告诉他你赢不了 他告诉你 你一般都会输 那如果是你租给洋人吧 洋人这些穷屌丝 很多都吸毒 毛里人什么 倒霉太多吸毒了 好像他们吸毒就像吸烟一样 那么普遍 甚至是一些律师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 律师应该的收入很高 不应该有压力 他们一个小时 这一定是200多块钱 加GST 200多块钱一个小时 所以他们收费这么高 他们哪来的压力 我觉得他们就是见毛病 你没事就吸着玩 吸吸吸就上瘾 所以说 你一旦吸毒破坏了你的房子 那你可能一年收 他房租三万块钱 那你装需的话 可能就要花20万 而且卖不掉 所以呢 还要很谨慎 现在的这个 这个政府出台了 这个更流氓 流氓到什么程度 原来的他是房东房客 你都可以在 在那个网上可以查他的诚信 现在呢他光把房东的诚信挂在网上 好和坏 一般的都不好的都不说 就是坏的给你挂 那房客他不挂 你明白吗 他不挂 他说谁赢了 这个这个这个 谁输了就把谁的信息挂到网上去 可是房东输了 他就给你挂网上 房客输了 他也不给你挂 你明白吗 就是他根本就不会让房客输 他全部都让房东输 他就这样 所以 这个 那个 就是一边倒 所以他这个 因为他把这个 这些穷人的风险 压在房东身上 而不是政府来承担 因为他们本来就一无所有 就是好吃懒做 其实这些人都是好吃懒做的 他平时他们就是去买那些罐装饮料 像我们平时过日的 我们都舍不得去买 我们就会喝茶喝水 然后他们天天喝罐装饮料 所以呢 他们日子过得比我们潇洒 比我们那个 嘴呢 那我们还精打细算的 就是 政府还 支持他们 就等于支持他们去作恶 所以你知道吗 所以你在西方的话 好像 我认识一个人 他是西班牙人 他是个洋人 他说 他说也是这样子 他说 如果他离婚了 他很多人现在都不结婚洋人 他们当地的洋人 这些国家就是 好像西方 欧洲国家全部都这样 他这个都向着女的嘛 然后对男的都不公平 不光无言联盟 他说 一旦离婚以后 什么都给女的了 还得给女的 房子给女的 还要去辛苦工作 他还申请福利 你也要拿钱 所以呢 那很多人都不结婚 都不结婚 所以西方太多太多的单身了 你明白吗 还有跟这个法律 其实有太大的关系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新西兰 孩子上学 当然你有小孩 你觉得你赚了 你没有小孩 你就觉得亏了 就是他们这些毛利人 特别能生 还有那个穆斯林 生七八个 那你就要给他拿 就是你要交税 那他从你的 一有房子 就从你睡里边扣 你有车从你睡里边扣 你有企业从你扣 那你什么都没有扣不着 你就是光拿政府的 你就不会觉得失去平衡 所以孩子上学吃饭的钱 包括现在刚出了政策 说卫生金也要付 他们这边人啊 就是不会计划经济 他给他钱 他两天都花完了 他不会说 我需要什么什么先买 然后等着医药来离家了 他就说 哎呀我不能去了 我没有 其实他在撒谎 我没有钱买卫生金 所以我没办法去上学 就经常这样撒谎请假 上班也是这样 那你说血淋淋的 你怎么去上班上学 是吧 然后大家对往上反映 政府说 连卫生金都买不起 政府给包了 政府包是谁啊 政府没有钱 但是全是纳税人付 所以亚洲人 这些移民的人最亏了 你没办法 因为这些人都有房子 都辛苦工作 而且我知道很多人 他来的时候 他给你签协议 就给你签了个协议 不平的说 你不能申请福利 新西兰也有这样的 知道吗 我是假洋人的 我没有写这个协议 但是我知道有人 就是说 我知道一个韩国人 他老公在这拿到身份了 他从韩国 把他老婆带过来 他签过这种协议 他不能申请福利 你知道吗 他永远都不能申请福利 只是老了可以拿退休金 所以像这样的人 他就会生存压力比较大 你知道吗 所以他就是 对我们这移民的 不是那么百分之百的 像他们当地人一样 所以男人和女人执政是不一样 你看男人执政 他就看大方向 他搞这个什么 资源什么这样的 他知道这个 他不会把电网上卖给别人 我们新西兰什么都卖 然后呢 整天想着孩子穿衣服 吃饭 卫生巾 就想那些老娘们瓜 瓢瓶的事 所以我说男人和女人执政 区别很大 就是 哎呀 所以不能选女的做中率 这个国家就完蛋了 好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你们宝贵的时间 观看我的视频 逗逗你们的金手指 给我点赞 不要忘记订阅啊 明天见 明天见